大家好 歡迎收聽來自台 我是瘋仔 來到星期二才會再出片 原本星期六對狼隊長英超賽事還打算中秋節和大家一起看球 可惜因為英雷王的勢勢導致賽事延期 瘋仔都叫放了個中秋節假 今天回來和大家預集一下今晚的歐聯 主場對著亞即時的比賽賽前的新聞和對手的近況往績 首先從雙兵的消息開始看氣 這也是我們賽前記者會最常被問到今季一直被纏繞的問題 之前有祖達、馬迪普和泰亞高相遇復出 昨天的公開操練亦都看到他們如常訓練 而對愛華頓撞傷肌肉的法比奧卡華露 亦都已經好了 可以如常操練備戰今晚的比賽 不過有雙兵復出的同時 我們又再有新的雙兵出現了 他就是羅伯神 高普說他在上場比賽的尾段弄傷了膝蓋 預計最快都要國際賽州後才能復出 所以今晚如無意外就在森美卡斯打左閘正選 至於其他雙兵居歷斯宗斯今晚都肯定打不到 而有關基達的情況 昨天高普也有提及到一些 因為近來大家都看到 基內亞國家隊接下來的國際賽州名單裡面 是有徵召到基達的 引起了他是不是好像當年古天爐那樣扮傷的疑魂 回國家隊踢球就可以 留在利物浦這裏就右背痛 這裏痛那裏痛 不過高普就斬釘截鐵忍說 基達是不會應國家所召去歸隊 球隊預計他去到10月的時候才可以復出 而這些傷患通常可能都有現場 或者需要更長的時間重拾狀態 所以就在歐聯分組座的名單裡面沒有跟他註冊 而張伯倫的情況基本上和基達是差不多 所以處理手法亦都相同 那就一於看看 下星期基達是否真的不會走回國家隊 我們就知道他有沒有扮傷扭計 除了剛才說的羅伯神、忠師、基達和張伯倫之外 門將基里夏、中堅干納迪、右閘奇魂藍絲和隊長神軒 都仍然是因傷缺陣 目前仍有長達8個人的雙兵名單 即使有幾個復出了 又再有其他新兵出現 上季3、4月出現過一個雙兵都沒有的情況 真的非常難得 接著就說一下高普怎樣看上場對著拿波里大敗4比1的比賽 上星期賽後高普已經說這場球整隊是散開了 完全沒有聯繫 踢得非常之差 前場壓迫做得不好 令到後防打高位防守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舉動 我們需要某程度上改造自己的踢法才行 當日高普是用了re-invent這個字眼的 即是改造 可以想像到當日球隊面對著的問題有多大 經歷了幾天之後 高普昨晚的記者會也繼續有講關於這場的敗章 他說他這段時間是看回循環很多很多次 老實說簡直是一部恐怖片 這場可以說是他來到後踢得最差的一場 高普大隊是有過幾場踢得很差的比賽 舒比維拉7比2的比賽中 我們都只是速率上跟不上場比賽 但至少都會有少少量點看得到 而對拿波里這場球完全是沒有的 他相信場上有8、9個球員都是踢得低於他們的水平 只有2、3個球員可以表現得正常一點 由於足球始終需要整個團隊去解決事情 所以高普就說現在要做的就是令整隊球 統一在球場上要做的目標 對拿波里的賽後當然他也有跟球員開會 教練團就展示一些片段出來說過我們當時的狀況是怎樣 高普就說他現在最想球員做好那件事就是贏多些爭場回來 而這個也是我們防守的重點 要球員做好爭場就等於做好防守 當爭場做好之後我們拿著球就可以建立比賽的節奏 控制到節奏就可以踢到我們想要的足球出來 這些就是高普說有關於上場大敗的事情 我都指出過了 其實上場真的沒有中場可以派到落場去幫忙做跑動 做施壓迫搶 靠占士米娜做這個工作始終都是太困難 有弱老的感覺 看看今場如果出得太高的話 可不可以提供多些機動力在中場位置上 還有高普就說某程度上要改造球隊的踢法 究竟是想從陣式上由4-3-3 改去4-2-3-1 這些人腳位置上的轉變 還是因應前場壓迫力弱了 後防的能力也差了 所以就縮後防線不做那麼多前場壓迫呢 這個就要今晚看完長波 才知道高普想提供什麼答案出來 然後就說說近來的賽程安排 上週對著狼隊那場英超就延期了 下星期一英女王就會舉行葬禮 由於警力安排上的問題 經過英超賽會和各方的討論之後 決定下星期日有兩場英超賽事需要延期進行 包括我們作客車路士的比賽 和曼聯主場對列斯聯的比賽 這就令到我們近兩場的英超賽事都延期了 9月底的國際賽周之前 我們都只剩下今晚這場歐聯對著亞迪士的比賽 要踢 之後就沒有比賽了 下場已經是去到10月1號 主場對著白禮頓的英超賽事 整個9月我們只是踢了一場英超比賽 由於11月中到12月底 英超賽事就會暫停 讓路給卡塔爾世界盃舉行 而我們在11月中的優惠前 基本上都是被歐聯分組賽 聯賽盃第三圈和如期進行的英超賽事 失滿了我們的賽程 所以要踢這兩場英超的保賽最快的日期 其實都要去到1月2月才有空位可以摺到 會令我們之後的賽程非常之頻密 不過其實都不是說完全沒有好處 其實球隊近來的戰績真的非常之差 雙兵亦都比較多些 比賽和比賽之間多一點時間 給高普去做訓練和調整 還可以等雙兵復出回來 干拿迪、神軒、羅伯神這些 基本上都說過國際賽周後可以復出 而基利夏和奇雲藍絲 都曾經說過復操了 亦都見過奇雲藍絲有操練照 但可能他們兩個始終一開季的時候 都沒有參與到季前的操練 所以需要多些時間訓練 才可以再真正出一場比賽 但他們兩個和忠師基本上都一樣 是沒有提過什麼時候真正可以復出到的 但相信他們三國的影響力 就沒有一開始說到神軒、干拿迪和羅伯神 這三國這麼大的 另外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希望球隊在國際賽周之前 做到不要失太多分已經算是OK的了 之後就等雙兵復出回來 叫做都還可以在聯賽中追上去 現在就真的連賽程上都幫了我們 直接連踢都不用踢 失分的機會都沒有 希望有機會遲些我們調整好這個狀態 以及人腳的時候才多踢兩場比賽 總好過現在頹著硬碰人 雖然2023年可能賽事會超頻密 但到時雙兵應該都不會好像現在 多到有八九十個在手掛 冰完多一點的時候 就算應付頻密的賽程都叫做好一點 好過現在雙兵又多 又要逼著一周雙賽了 那說真的 我自己都不想見到一些比賽延期 因為作為一個球迷的 看球引就起了 剛剛才開季 現在整個九月 竟然只有三場的利物浦球可以看 原本可以看的球 又現了期 心真的會癢狠的 但其實理性上大家都知道 球隊得到這個意外的調整時間 對於整體的發揮都是有好處的 所以對球隊來說都算是一件幸運的事 希望高普馬握到這個時間 做一些事情去調整好球隊 來到最後一部份 就說說今晚歐聯的對手阿姬士 雖然上季歐聯分組賽 他跟我們和拜仁慕尼克 就成為了僅有三隊 可以六戰全勝的球隊 不過他們出到16強 就被奔菲加淘汰了 而且去到今年的夏天 主教練坦克 就離隊去了執教晚聯 還有一大群主力球員都離開了 包括一億歐元去了曼聯的巴西翼鋒安東尼 還有中堅烈身道馬天尼斯 又是跟了坦克去曼聯 上季歐聯八場入了11球的前衛先銀前鋒 夏娜去了多蒙特 中場的嘉賓貝治 和右閘馬斯奧爾去了拜仁慕尼克 中堅舒厚斯去了二甲的拖連奴 而左閘的迪利奧廢高 就去了法甲的里昂 那麼多個主力走了 即使好像逆風泰迪 防中艾拉維斯 後防的白蓮特和添巴都還在 又買了熱刺的逆風比亞芬 但戰力上總會有些影響 即使他的戰力受到影響都好 但暫時來說 阿積士的開季近況就非常好 已經在河甲和歐聯取得了7連勝 還要入25球只失得3球 不過說真的 其實河甲的中下游球隊的實力 一向都是非常參差 所以贏得多又是否一定代表阿積士今季很厲害呢 他們河甲是有6連勝 但其實第二的菲燕樂都有5勝1和 第三的PSV燕毫分有5勝1負 三隊其實都只是相差3分 而且跟英超激烈的競爭有明顯差異 阿積士這些連勝中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遇過強隊 就算歐聯的第一場分組賽也好 他們主場贏到格拉斯的流浪4比0 但一向格樓都真的流流的 上星期先輸給瑟努迪4比0 這個O-Firm Derby 蘇超方面 然後再輸給阿積士 又是4比0 所以說真的 戰績還是有很多水分 開季第一場 其實阿積士的比賽 就是荷蘭超級杯 對著可能是同級實力一點的 PSV燕毫分 他們就已經輸了5比3 暫時來說 我覺得阿積士今季的實力究竟是怎樣 我是未完全摸得頭 因為他們的連勝紀錄是很厲害 但是暫時未有真正的挑戰給到他們 至於對賽往績來說 原來我們都只是在歷史上對沖過4次 有2次還要在1966年 即是50多年前的事 我都不再去特別看了 而最近一次就是2020年的歐聯分組賽 另外當時還是坦克帶隊 我們兩循環都可以贏到1比0 最終阿積士也排在我們和阿特蘭大之後 要跌到歐霸那裡踢 但他們當季在荷甲 最終是以34場拿到88分的強勢奪冠 所以說荷甲表現好 其實都未必代表太多東西 其實我不是說要看輕 不是說荷甲踢出來的成績就不用理 但是暫時來說 他們整隊都是大換血 不只主力球員賣了很多 連領隊都改了 又未真的對到很強力的對手去考驗他們 其實真的找不到太多能夠參考他們實力的指標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戰力是誠意的 我都不知道應該評價他們是高一點還是低一點 不過怎樣都好 今晚場球一定都是要爭勝的 因為這三分對我們來說 歐聯分組賽的出線是非常之重要的 原本抽完籤都預計了作客拿波里那場球 會是我們最難打的一場比賽 以及拿波里會是我們今場分組賽的最大的難度苦 結果呢 都真的在第一場的分組賽就輸了 但是都不要緊 這場難打失分其實是預算的 但是如果要爭出線 我們輸了給拿波里之後 至少都要贏到其他兩隊 要贏格拉斯的流浪其實正常來說都不會怎樣失守 阿即時才是我們真正的對手 今場還要是主場 基本上真的一定要贏才可以壓得住他們 如果不是次循環作客去到荷蘭就會變成非勝不可 我們今場主場贏完作客 只是和都已經拿到優勢回來 即使反壓不了拿波里 要過阿即時都會非常之簡單 所以今場贏到的話 對我們的出線形勢來說真的非常之重要 輸球甚至和球也好 都會令我們出線是有困難的 好啦 今集都差不多了 今晚凌晨3點 就會有主場對著阿即時的歐聯比賽 大家記得教定鬧鐘起床提球支持球隊 明天再出賽後評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影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尼斯台奉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以及瘋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瘋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尼斯台的瘋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